无亲团团长艾克玛今天质问访证部部长尼克敏 为何霹雳滑小滑中拨款仪式的模拟支票上 既有团结政府的标志又有西蒙行动党的标志 尼克敏今天回应只要学校拿到拨款就不是问题 艾克玛今天在面子书贴出中国报新闻图片 要求尼克敏说明学校的拨款是否是来自政府的公帑 如果是为何火箭标志会出现在模拟支票上 艾克玛更狠批当了部长之后不要变笨 昨天马华属理总会长马汉顺点出 尼克敏在8月19号移交政府款项给校方时 模拟支票上印有政党标志 涉嫌滥用职权和党政不分 足以破坏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马汉顺促请尼克敏道歉 他也强调首相和内阁必须警告或训诫相关部长和议员 以便遵守条款避免重犯 大利亚颜的正面 大利亚颜的大利亚颜的 感谢观看